开国元帅三天之内,两次在同一地点设服痛击日军,就问你敢不敢,七庚村,七庚村是山西省平定县,东回镇下辖,的一个小村庄位于太行山脉中段,即省接壤,又是平,阳,景形,县的交界,是太,八,的景形,自古以来就是河北到山西的交通要道景形。 有两条道路,可以穿越太行山进入山西平定县境内,北面是通过娘子观南面,就要经过七庚村,这个在地图上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,却因开国元帅刘伯承指挥的两次出席制胜的伏击,成为抗战史上一个闪耀着胜利光芒的坐标。 1937年10月中旬日军西站河北石家庄后,为侧应其山西北部地区,作战夺取太原以第20,第109师,严正太铁路,正定一太原,西范位打击进犯的日军配合国军保卫心口,太原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, 政治委员张浩率领师部及第386旅,近抵山西省平定县地区,积极寻击测击日军同年10月25日,摘西日军第20师一部金测渝镇正向平定进犯,其后方资重部队约迁于人,近置测渝镇速营刘伯承判断该部日军必于此日军七更村七进,便令我军129师386旅772团的三营,及客物联等, 一个排进日期更村设服,26日扶小侧鱼,镇日军向西开进90许日军先头掩护部队百余人通过扶,机区资重罗马进入扶击区,待扶部队突然发起冲击,经两小时机战壁日军翻百余人缴罗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,其余日军逃回侧鱼镇27日,我军发现,日军前来打扫战场,于是刘伯承判断, 日军前方即需要补充两战旗资重部队,仍将京七更村七进碎打破,用兵常规,果断命令原设服部队,再次在七更村附近设服,28日日军果然已步兵,其兵四百余人,掩护资重部队沿原路西进,并加强警戒搜索,但未发觉埋伏十一时许,日军近人扶击区第三营突然发起猛烈冲击 展开白刃格斗,战至黄昏毕日军一百余人,缴获罗马数十匹,战后772团战斗降报统计战斗损耗和缴获, 我军损耗部枪弹9167发,薄壳弹421发,重机枪,弹2470发,轻机枪弹2140发,自动枪弹2140发,自动枪弹6400发,手机枪弹202发,手榴弹204个,缴获日军65部弹9箱,轻机枪弹36箱,钢炮弹23箱,内管弹, 12箱,枪榴弹24箱,烟幕弹2箱,炸弹24箱,我军三天之内,在同一地点两次设服军获胜利,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, 共造成日军400余人的伤亡,还缴了获一批罗马和金用物资,打击和持质了日军严正泰铁路西藩的行动, 有力地支援了国军的作战开国元帅三天之内,两次在同一地点设服 透极日军就问你敢不敢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,转发和评论, 谢谢本人其他文章,也很精彩欢迎品读。